在武汉共修经济 齋见祈祷 透过网路直播 全球电子书线上读书会 跟武汉志工 关怀互动临时差 近两个月来 武汉志工共举办了 三个线上读书会 通过读上人的书籍 陪伴我们200多位子系家人 度过封城最艰难的时期 他们2013年的时候 就跟我们一直连在一起 往后我们也会一直 跟大陆的家人 去了解他们各区 在这段时间 是如何保持这样的正能量 看到每一位熟悉面孔 都平安健康 是最大欢喜 大陆武汉封城 疫情严峻 当地慈祭志工 不仅上线持续文法 还在社区积极推速 透过科技 无远博戒的这样的力量 一定可以给他们 很直接很正面的能量 我希望能彼此互相打气 给大家能量 度过这个非常时期 疫情已经蔓延了 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那我们不要恐慌 也给那个 中国大陆 的慈祭家人 还有全球人 大家一起打气 全球读书会 共同文法 献上报平安 直播方式彻底防疫 减少人数 全面消毒 让文法精进 成为防疫期 安定人心 最好妙方 大海新闻学龄 萧红树 高雄报道